娱乐这场小玩意解说 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场摸这么三比赛 然后的话我也是刚刚看好老罗的那个锤子手机的一个直播 非常好看对我不得不承认是这一点 好那我们看到这边弹种的话是第一时间选择了一个三农民踢压的一个打法 那这套打法应该说是非常的薄密 我不知道周希希是否有所应对啊 本来还想在视频开头跟大家扯扯其他事情 看来这场比赛我们还是投入在比赛的解说中去比较的好 好那我们看到弹种这边三个农民已经是要快到位了 周希希这边比较放在了野外是一个中立的开局打法 好的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吧 这场比赛看着节奏上来说应该会比较快 周希希看到对方这三个农民过来以后的第一时间选择 我们看一下是到底什么样子 对周希希这边打了个点点点 他第一反应然后的话弹种这边不管三千二十一开始先该干嘛干嘛 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路线 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去阻止对方三更塔起来 这是对于周希希来说是第一个需要注意到的事情 真的是没办法因为这是一件既定事实 好对所以我们看到三农民踢压这种打法的话 应该说已经是有段时间没见到了 对 但是这打法其实在平台上面还是有些时候会存在的 那我们来看弹种这边各方面细节做怎么样嘛 反正这根塔已经是第一时间摆下去自己弹扔下来 然后在那边的话农民先补齐 然后防目的该防目这个防目场已经有了 待会见他就可以直接变下了 一根两根然后这边农民可以待会再敲一根塔 形成四根塔的一个夹击的一个态势 虽然变的时间会有点稍微的长 但是问题不大 反正这个塔还能再修出来 对再修出一根塔都没有任何问题 现在我们看到弹种这边的话也是很注意一些细节 看到这个农民那个防目的一个位置 本来在这个地方他们挑的这个地方 这样的话能够一定程度上加快他的一个防目的过程 然后再拉三个农民兵去前方支援一下 而周西这边的话因为他中立的一个手法 AC一个出来了 但这个塔肯定是没法等待 然后我们看到里面的话又补了第四根塔 放的位置非常淫荡 放在很很里面的一个位置 对这样的话这个剑塔一旦起来以后 对于这个周西的压力来说会非常的大 但周西现在似乎对这套打法也是辩目说完全没有信心 这边我们看到这根塔的话 因为是有农民修的话 文章有任何的问题里面这根塔的位置也非常非常的奇怪 周西这套比赛应该说在一开始就陷入到一个比较 纠结的一个时间点买了游侠作为自己的手法来跟对方进行强行的一个对抗 好了农民小精灵小精灵一个被打死 不舍得喝这个井水 当然另外一种可能性是压根就没想到要喝 现在是一个两个两个IC加一个 游侠现在点对方农民想要杀农民来顶到这些骷髅出来 对这个农民不能走 他必须得顶在这边塔附近 哎这边终于是产生一个骷髅 剑塔是IC的话IC相对来说还比较能扛塔 相对来说 但是这个对于周西来说反正是比较难的一个事情 还好弹总这边现在农民骷髅进去以后还是点对方 小精灵的位置也是非常糟糕 因为对方剑塔可以直接点到你小精灵 当然对于周西来说他没办法的事情 所以强行点这个剑塔 现在的话是游侠顶在前方 然后的话IC注意好均衡这个伤害 因为IC这个本身是个中甲扛穿是非常不错的 对这场比赛我们看到周西对于这套 路线啊是非常的有有有有准备啊 或者说有有有应对 他很了解这个IC这边注意死掉一个 这边这个IC要注意到往后拉一下了 对注意拉下停水再喝一下 夜晚已经来临 夜晚对于精灵来说是个好时间 好现在我们看到这边农民只有两个了 剑塔这边一旦没有修的话可以点掉 弹总这边一定要手动操作这边ICIC注意好拉扯 对这个IC没血了 注意一下隐身会怎么样 这个IC又倒下一个一根塔点掉 这个基地依然是窥然不动 弹总这边又拉了五个民兵过来支援一下 现在的话后方的IC一定要跟上 民兵过来的话周西现在是先点对方的农民 对现在农民 对这个大基地还有一千点血问题不大 农民先往里面赶进去 好的那我们看到这小精灵是没血的话换一下 血多了在顶上去点这个矿盖子 三个IC加油墙 强行弄这个剑塔 这边你只要农民修我就点你农民 对这个节奏一定要把握好 又是个农民 只要点死一个就能产生一个骷髅 而骷髅的作用就是吸引对方 剑塔的一个注意力 某吸引一点注意力就给自己的基地减薪点压力 现在这个IC的紧水 还有这边一口紧水 77点的紧水 还有 又来一个IC 对我们看到IC很多了 这边不要往里面去 往里面去 不要往里面去 不要往里面去 周西这边一个失误 哎呀一个进去死掉了 一旦进去就死掉了 对我们看到这局现在弹种这边好像已经很难了弄不下来这边 周西西现在把游侠升到两级 再补一口越紧积水再喝一下 骷髅这边砍这方农民就耗地方血然后再吸引这方剑塔注意力 三个IC加一个游侠 对这边也不占人口反正这边我们看到这个农民又是一个哎呀这个 这个这个好像有点不行啊 游侠的这个黑暗奴能够很好的产生这个 产生这个效果 然后剑塔的话可以一根根射因为他里面的剑塔没法点到外面的这个单位 呃弹种这边现在是 首发的这边那个兽王过来支援一下 对他必须得发一个英雄不发英雄这局就这么靠塔的话是拿不下来了 游侠现在血很少对方出了这边的是这个熊 熊的话打AC打英雄都是很酷很好的一个选择小精灵过来自爆 再点掉这个熊这个熊一旦被爆两下的话就不给力了隐身一个 点掉这头熊 熊王当时可以考虑买个卖掉tp买个单传买把粉过来 这样过来的话性价比太低了 现在三根塔基地的话还能再顶一下 毕竟夜晚 景水还有多少能喝多少是喝多少吧 小精灵关要不再爆一下 还有支援小精灵能爆就爆吧我觉得 这个时候一定 哎呀数王注意血量数王已经没血了 这个时候你这个熊啊你看这个熊很猛 熊拍这个IC绝对是猛 IC要注意隐身 景水再喝一下小精灵又被点死一个 就是这个基地啊也是压力很大 也是压力很大 但是没办法事情这个这个这局的话现在 现在的话应该说在对方的数王被赶走以后的话 这一波应该说是问题不大 我觉得要不接点塔吧 哎呦这个游侠 感觉还是很难还是很难 景水再喝一下 ic已经比较多了 先点对方的剑塔 一下 两下 对全部进来又来一波民兵 这民兵不要来 你来了反而给对方黑亚罗 反而给对方黑亚罗 军队再填一填 然后这边数王是选择拉一波民兵进双线炼击 看弹总这边也是并不想要这么 也不是说不想吧 是没办法了 这一波就这么钢的话应该钢不下来这边周西的一个基地了 这套比赛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局面就周西利用自己的一个IC远程的一个输出啊 跟对方进对点啊 剑塔的话因为是这个 IC量的一个优势啊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IC可以必要的时候是死掉一些了 对死掉必要的时候可以死掉一些问题不大了已经 对这个问题不大了就只要把这技能给点到这局应该是 算是守住了 另外一边我们看到受亡的话是两级打一个雪牌 买了一个没有买没有买黄皮吗 22人口人口有点稍微的缺 这样的话靠着这边的IC是将这根塔给点掉 周西西算是勉强顶住对方这一波进攻 这样的话游侠可以顺势啊去练练急 因为他马上到三 他马上到三 对 因为一般一段时间都在点塔 所以他这个蓝耗的其实不多 你看到没有他蓝耗的不多 所以他会补给井水的时候呢是 很滋润的 现在这边弹总是 重新开始进行一个发展 这样一个局面的确是非常劣势啊 对方游侠已经是到三了 对这个等级已经是非常的离谱了 三级的游侠 AC量很多 就是说你待会用来辅助链机的话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本身这个两级的黑暗奴配合这个海量的AC啊这么多个AC练技 你说这不是分分钟的事情吗练什么死什么练什么死什么 这真的是 相当轻松你过来烧到我就强行点你你根本不敢来啊 对周西西买了一个泥人这个泥人很凶啊 这减速谁就死谁你信不信 驱散一下 再驱散两个驱散倒下这边一个减速 注意一下这比亚 比亚比亚 比亚问题也不大 这边有两个黑暗奴在那边 比亚可能不能倒 比亚是不能倒 但从这边山东民现在是陷入到一个困境了 现在困境这颗比亚还真不能倒注意一下攻击对象 哎哎哎哎哎倒了我们看到 周西西这把优势大了就有点随意有点随意 这个我觉得应该不应该倒 鞋子一双这应该按理来说是不应该倒的啊 应该是一个失误 说完过来弄小精灵 小精灵这个弄的空间不大 天亮了 天亮了 请开眼 直报一个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情况是这边的一个泥人啊 这是一个隐形的杀手 黄皮绿皮一旦遇到泥人的减速就很被动了 好买了胖子过来 因为弹总这边也是没有兵营的嘛 所以他这边也是只能靠雇佣兵来维续自己 所以我觉得有必要这个地方拉个农民或者怎么样 随随随随地抢雇佣兵 现在这边我们看到是驱散掉这边的一个骷髅 游侠这边利用自己的一个黑暗键是黑汤子乱点对方的这个绿皮 这个也是玩操作玩操作玩操作一键两键 最后一键差一点点差一点一个S被拍死 最后一键好点死 IC是点不过这胖子加瘦王啊 减速一个瘦王 黑瘦王反过来不应该一轮骑射 瘦王表示别这样哎呦 石头人跟女巫的产物结合体 好现在我们看到是进入到了追悉悉的节奏开始准备反步来压制你一波哎 小精灵这边也是看到了你这边那个节奏对哎这这波有点难弄啊 这就会有点难弄现在游侠是失败点选这个游侠也是基本上不太可能会有什么意外事件的发生 瘦王是没选而且是没有鞋的 我就不一定要追的话先把对方的这个农民啊什么绿皮啊点死就可以了 慢慢收割嘛这个不急的时候一定要弄死对方瘦王瘦王只是一个额外的事情 IC死掉一些又死掉一些当然这个泥人也是 减速了一个又一个对减速一个死一个减速一个死一个二本科技应该快完成了吧 一旦完成二本科技只要出这边两个泥人只要出什么东西大家说 只要出这个小路不就无敌了吗 就能去上你这边的召唤物的熊跟猪 又能这个减速对方又能做输出又能有毒又能哎呀各种方面吧 现在我们看到一个IC倒下对方民兵齐瘦王被减速瘦王要死了 连续不断减速肯定是连续减速的这边肯定是减速没有问题周西这个操作肯定是没问题的 当然自己的这一波的一个部队损失有点多我觉得还是有点 损失有点太多了一点 这个猪 泥人这边能再减速吗有有难的哎这个猪这个猪 减速一下这个猪哎呦这个猪还是有点猛啊 减速了这边猪以后呢我们看到可以走掉了这个泥人 我这减速真有点猛 安英雄选择还是正常出熊猫 这个猪减速啊 真心是减速这个猪猪很难很难受 真的是很难受啊 哎但我这边啊发现从选择那个那家 也算是一个 没办法哎 游侠这时候找翻盘的节奏吗呗 我这个要是进去被人家弄死的这个绝对要找翻盘的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觉得这种优势局稳一点就好 绝对是一个优势级追局 优势很大我跟你讲这局来熊猫喷火 注意好注意好的血量那家配合民兵再点这个游侠游侠因为有鞋啊 所以不怕你点我 反正我能跑掉两个知识火树一放 就是小鹿让你明白 还追我小黑跑了真的是兔才快 有这胖子 对我们看到该隐身就隐身嘛又一个夜晚 对 诶诶诶诶你还追 差不多你要到cd了 那家在点这个小黑有一个农民场死掉 有这不就不走 小黑表示问题不大 有这个胖子也要死吗 诶骷髅一刀再刀 两刀没砍死他时间选 就这个胖子啊 骷髅上去能砍到这一刀吗 刚刚中了个简说追上去没胖子往里面家里面躲一下 补到一个法神明神殿 然后的话家里面的话紧水应该是又开始了一个补减 直上三本 哎呦这个有点略稳啊 对吧略稳小鹿还不够稳出熊才真正的稳 哲西这边也是有啊有绿皮有泥人啊他不是全军覆没是有一些哎 两矿都已经摆好了这个节奏是稳道让你这边弹种没有翻盘的空间啊 是不是 骷髅进去砍农棉 就砍不死了 虽然是有人口的弹种 两个胖子 还想还有一个胖子是黑血的 两个胖子里面还有一个是黑血的 熊猫辛苦顶一顶吧 对你点一点然后的话产生一些黑暗龙就OK了 小鹿这边应该是马上就出来了 哎这边还有两个农民过来这干嘛的呀这是 这准备干嘛的我们看到有两个农民在那边 猪 哎小精灵往下拉一下 对小鹿这边也有了一个小鹿一个绿皮 黑暗龙有两个三个 这两个是三个黑暗龙还是有点战斗力的 注意拉扯这个树林这个比较密集 不要轻易进去被拍了 你人死掉 小黑这边四级半 熊猫一击 驱散两下还有这个你看猪啊什么都经验啊我们看到各种驱散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小鹿就是受亡的克星啊 根本没什么用一口喷火 驱散两个骷髅 那家被黏住 有小黑有鞋 直接追 弹龙打出机械 好的那我们看到这上面弹龙准备是要用三分钟来解决这场比赛 但是没想到周西对于这种三农民提押的话是 得心应手扛的肯定是 很很自然就扛住了 他也是觉得自己这一套很很很 很有信心吧 所以他很按部就班对吧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一切都按照这个正常的节奏来走 弹总的话也是没有任何失误但是没办法 对方是显然能够扛住这一套的 所以我们看到弹总这边也是在 这个三农民提押失败以后的转兽王在进行一个发育 但那个时候的发育基本上来说周西只要不是 只要不出大的意外啊就周西不犯什么特别冲到家里面被人家什么英雄什么维持这种大的意外 基本上周西这场比赛已经赢了 守住了三农民提押基本就已经赢了你可以这么认为啊 还要被翻盘还要被对方给拿下这个比赛去概率比较低的 好的也是恭喜这边的一个周西西最终是以2比1的比分战胜战种这场比赛应该周西西的一个发育非常的稳健 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 好那我们下场再见 我是小Y